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月8日星期三 关于伊朗局势 最新的消息显示 伊朗革命卫队向位于伊拉克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动了攻击 发射了超过12枚地对地弹道导弹 打击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目标 另外有消息显示 说伊朗的战机也进入了伊拉克领空 如果按照国际标准 或者说是中共的说法 那么伊朗是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知道对此事中共方面有何表态 在伊朗发动了这一次报复行动之后 在白宫 在美国政府方面已经表示收到消息 正在评估损失 在华盛顿和白宫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情况 那就是国家安全团队迅速撤离白宫 包括副总统彭斯 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普尔都撤离了白宫 这显然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应急措施 予以政府进行分散 因为伊朗曾经扬言 或者有它的国会议员扬言要进攻美国 甚至是攻打白宫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有它的应变措施 政府阁源要实行分散 美国现在报复措施还尚未得知 但是川普事先表示 如果伊朗发动这种报复性攻击的话 那么美国会对伊朗进行致命打击 而美国已经瞄准了伊朗的52个重要目标 事实上也包括了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 这些人的目标在内 还有革命卫队 显然美伊之间的冲突会升级 但是会不会酿成一场全面的战争 现在要下结论 还为时过早 显然应该是美国和伊朗方面都会避免这样一个全面的战争 另外 就在伊朗采取这次行动之前 伊朗方面在首都德荷兰举行到所谓被刺杀的第二号实权人物 苏莱曼尼的葬礼 当苏莱曼尼的遗体被运回德河南的时候 说是有上百万人上街去引领 在这个引领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踩塌 以至于导致58人死亡 213人受伤 这反映了伊朗这个国家是一个意识形态 狂热的国家 所以这些人为了所谓的引领苏莱曼尼 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恐怖大亨 但是居然有上百万人上街 并且是互相见他 也就是说苏莱曼尼的确从这个角度证明他是一个杀人恶魔 在他生前不仅导致了成千三万人的死亡 从伊朗到伊拉克 到叙利亚 到黎巴嫩 而且他死之后还带走一些人去寻葬 所以这些被踩塌致死的58人 还有受伤 这些受伤或者受重伤的人会不会死亡 还是未知数 都可能是为他寻葬的一种寻葬品 另外就在伊朗发动这次攻击之前 北约29国发表声明 支持美国川普总统对苏莱曼尼的斩首行动 因为苏莱曼尼在中东可以说众恶多端 是伊朗超越了民选政府之外的第二号人物 指挥的所谓革命卫队 特种部队 圣城军 在中东地区可以说是作乱 作奸犯科 是长期的霍乱 因此29国北约对此表示支持 这就意味着北约将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 根据北约的这个规则 任何一国受到攻击 这29个北约国家都会统一行动 所以北约发表了声明显示 如果伊朗要跟美国开战的话 或者是相应的在中东触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利益的话 那么北约会予以有利的回击 至于说伊朗跟俄罗斯或者中国是否形成了邪恶轴心 甚至有的还把北朝鲜算进去 所以这种邪恶轴心是不是会跟北约相对抗 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 首先北朝鲜不见得会加入这种邪恶轴心 北朝鲜目前采取的是自保 尤其是保障它的金家世袭政权 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应该是跟伊朗是表面上的一个同盟关系 因为中共要考虑他不仅从伊朗进口石油 他还从伊朗的敌国 沙特阿拉伯更多的进口石油 如果他单方面的倒向伊朗的话 恐怕在中东 中共本身的利益会受到损失 中共会玩这种悬崖游戏或者是危险游戏 但是要玩出火 跟伊朗公开站在一起 跟美国开战 目前这种可能性仍然还比较小 显然美国白宫所采取的紧急疏离动作 是为进一步的行动做准备 那么究竟美国会采取怎样的反击行动 接下来会紧密跟踪 跟大家做报道 除了在中东和伊朗的局势并于升级或者是紧张的情况下 在亚洲地区 印度尼西亚跟共产中国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 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向纳图纳群岛派出真派4架战机 是F-16战机 因为在纳图纳群岛他们有空军基地 但是中共方面从一个多月前开始加强了对印度尼西亚纳图纳群岛的禁忌 派出了海巡船前往那个地方 双方可以说发生了主权争端 因为纳图纳群岛在印尼一看来属于它的经济专属区 另外也在南海之外的一个海域 中共现在向那里进犯 显示了中共有意除了在南海禁逼越南和菲律宾之外 然后禁逼到马来西亚 禁逼到印度尼西亚的沿海 要扩生主权宣誓 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已经召见中共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而印度尼西亚现在的总统左柯本来是被指控为亲中的一个总统 但是他现在愤怒的表示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没有谈判的余地 所以对中共予以谴责 现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反中声浪进一步的高涨 印度尼西亚对纳图纳空军基地的真派战机 可以显示中国跟印度尼西亚的冲突会进一步的紧绷 而中共外交部目前表态的相对比较缓和 说是中国跟印度尼西亚方面正在进行有关方面的沟通 没有说其他话 既没有表明那是中国的主权 也没有表明对印度尼西亚更强势的回应 只是以另一种和缓的方式说双方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进行沟通 昨天又有两名中国人擅闯美国军事基地 同样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海军基地 海军航空站 一个姓王 一个姓张的中国人驾驶一名 一辆所谓现代轿车闯入这个基地 在受到女卫兵的阻止之后 他们不停劝阻 继续的前进 结果这个女卫兵报案之后 他们被逮捕 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 就是说中国人一再闯入美国军事基地 尤其是佛罗里达州的海军航空站这个军事基地 在前不久才有一名中国人闯入 在上一年也有一个中国人闯入 前后至少四起 显示中共方面可以说是急了 也许是考虑到迟早跟美国要摊牌 不仅有新冷战 也可能要进行这个战争 现在在贪策不到 不能够继续盗窃美国军事机密的情况下 那么采取其他方式 就是硬闯美国的军事基地 所以这两名中国人又闯了美国的军事基地 可以说给美国拉响了警钟 就是中共对美国窃取美国军事机密的企图虚语没有放弃 可以说是这个姿态展示似乎是飞蛾扑火 知道这个闯过去的一而再再而三会被逮捕 但是也许是捞到多少 算多少 这些人总有的是说是来美国的游客 中国游客 有的是中国留学生 还有些是不明身份的中国人 也许中共方面给他们有重赏 也就是说你要是能够通过任何方式捞到美国的军事机密 要给你重赏 所以这些人才会像飞蛾扑火般的 扑向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说这一年非常奇特和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好像中国女子一再闯入 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山庄一项 也是连续都发生了两起 一个女子被捕 后来又一个女子去闯入 这都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显示中共的超限战可能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不仅有秘密行动 还有公开行动 然后以人海战术 让美国方面各种军政目标是防不胜防 另外就在盛传说 中共的副总理刘鹤要算立代表团 1月13日到美国去签署美中第一阶段协议的时候 在最后时刻 中共方面又发出了一个不同的信息 一个叫韩俊的农业部副部长公开表示 对美国的大豆 玉米这些购买不能够随便改变配额 这个外界解读为中共在最后时刻的一个变卦 因为第一阶段协议都已经谈成 中共要购买多少美国的农产品 包括这些大豆 玉米 或者是小麦等等 都已经有明确的承诺和具体的数字 但是农业部副部长突然又发表这个声明 说明有变数 也许趁美国跟伊朗冲突升高之际 趁中东有可能爆发战争之际 战予密布之际 中共在这个时候趁人之危 踩美国一脚 原先觉得没有办法 不得不向美国服转 称臣 投降 来答应美国的条件去签署第一阶段协议 但是现在看到了伊朗在向美国发烂 然后美国有可能军事中心或者战略中心有所转移 或者是必须对伊朗有所行动 在这个时候 中共觉得川普有可能分身发术 趁机踩上一脚 然后在最后关头进行一个变卦 这就是由中共农业部副部长的说法 这都说明中共这个政权是一个言而无信的政权 随时可以背弃自己的承诺 哪怕是在签协议的最后关头 也就是即便这个协议签署之后 中共还会通过各种借口 各种理由 各种方式来违背他的承诺 背信 因为到目前为止 中共政权还没有遵守过国际规则 或者国际各种组织规则的这么一个信用或者是记录 包括联合国的决议 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还包括跟其他国家所签订的任何双变协定 如果他不能遵守 他就可以宣称 那些协议或者协定已经是历史性文件 就跟宣称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性文件一样 所以中共即便跟美国签署了协议 也许不久就会宣布那是个历史性的协议 已经失效或者是无效 所以中共一直在可以说见风插针 见风使舵 在观察国际局势的变化 现在显然在利用美伊之间的升高的冲突 在对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进行某种试探性的变卦 所以到底这个协议签不签得成 仍然还是有相当的未知数 在中国内部 在北京方面 除了像我昨天报道的 他加强了所谓北京进空令 升高进空令之外 现在党内还有其他的气氛在继续蔓延 比如说中共高层现在几乎通过各种文件宣示 说党政分开的改革已经彻底的结束 彻底的告别 所谓党政分开是从邓小平时代 在胡耀邦 赵紫阳主政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 在企业里面党政分开 在政府里面党政分开 也在企业里面就实行厂长负责制 或者总经理负责制 党的领导靠别 尤其在民营企业 但是现在各方面的信息显示 中共是在彻底的告别这样一个改革开放时代的举措 所谓告别党政分开 就是说不仅要在国营企业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党赌制的建设 而且要在所有的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台资 港资这些企业加强党支部的建设 非常具有讽刺意的是 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务王沪宁 把这一切反改革的举措都定义为改革 也就是说他不敢说反改革 也不敢说反改革开放 他反过来把加强党的领导当成所谓改革 所以王沪宁被称为中南海的语言化妆师 他简单经过了精心的谋算 他不敢公开提出反改革开放 因此现在他创造了很多名词 当加强党的领导的时候 他把他说成改革 所谓改革 我说过 在王沪宁的意思里就是文革 就是反改革 反改革开放 另外他还创造了一些术语叫现代化 比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的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也就是文革化 也是加强党的领导 所以用改革 现代化来包装倒退 复辟 开历史倒车 这是王沪宁的话语数 按照王沪宁这种话语数的话 毛泽东时代都叫改革 毛泽东的任何举措都叫改革 比如说所谓的土改 他本来就叫改革了 后来的反右运动 他还可以说政治领域在改革 文化大革命更是改革 砸烂一切 砸烂几千年流传的文物古迹 还要砸烂传统文化 那都叫做改革 还有把刘少奇等于大批领导人下狱或者是迫害致死 包括各种元帅 贺龙 林彪 或者是彭德怀 还有政治局常委陶柱等人都迫害致死 按照王沪宁的说法 那都叫改革 所以说今天的王沪宁可以说这个话语数达到了物业附加的程度 所以才创造了这些告别党政分开 加强党的领导 然后东西南北中 党事领导一切的都叫改革 所以这样一个反改革的举措再继续深入 深入到了那就是在香港事务上 现在派出了一个叫骆惠宁的人 从山西省委书记任上退下来 刚到人大去当一个所谓的主任 就被派人为驻香港的中联办主任 所以给他的说法也叫改革 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一党一国一致在香港的落实 而拒绝一国两制 也就是跟香港人民对头干 香港人民要求双普选 中共拒绝双普选 香港人民要求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中共是坚不让步 然后香港人民要求兑现一国两制的承诺 但是中共显然是要破坏一国两制 所以才派了这么一个毫无港澳事务经验 也毫无外交经验的这么一个人 一个退休干部 退休官员 骆惠宁出任驻香港的中联办主任 结果就在昨天 这个新任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举行了首次的记者会 说是经过反复筛选 只允许50家媒体进入中联办 然后这个记者会只进行了短短的5分钟 只说了几句话就离开 他说的话 无外乎就是要继续遵守一国两制 但是这个一国两制是中共所理解的一国两制 按中共来定义来解释 而不是香港人民的解释 也不是《中英联合声明》的解释 然后又说《基本法》 再提到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从表面上抗取外面堂皇 但是事实上在香港的大抗争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 中共必须回到三条原点 三个原线 那就是回到《中英联合声明》 回到《一国两制》 回到《基本法》 因为《中英联合声明》确保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而50年不变 有这个基本承诺 但是中共在过去22年对香港改变了很多 侵犯很多 干涉很多 尤其是非法的跨情绑架 最后想把非法绑架合法化 才导致了《送中条例》 所谓的《逃犯条例》 这根恶法导致了香港民众的大抗争 另外 回到《一国两制》 那你就是要真正的落实一国两制 而不是一国一制 不是加强党的领导 在《基本法》里面有提到双普选 提到了特首和立法院的双普选 中共必须去落实 那这骆惠宁讲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话 然后就匆匆离开 然后所有的记者都注意到 他在讲几句话的时候 脸色苍白 双脚在颤抖 他的双腿颤抖 显示他内心的恐惧和空虚 因为这个骆惠宁不仅没有港台经验 甚至连外交经验都没有 甚至连见记者的经验都没有过 就被习近平 王沪宁当局 直接送到了香港来当中联办主任 试图去贯彻中南海的政治意图 就跟他们之前在西藏 在新疆所做的那样 不管那里发生什么事 都送出更强硬 更鹰派 更有政治立场 更加符合中南海政治意图的这种强势的极左官员去处理问题 就会导致西藏和新疆的局势更加的冲突和升级 这是现在习王当局 习近平王沪宁当局极左思维的可以说是延伸 完全是不说不撞南墙不回头 就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所以准备继续把极左路线贯彻到底 要贯彻到香港 所以这个骆惠宁的表现 反映他内心的紧张 一方面他是所谓临危寿命 作为一个65岁的退休级别的高官 向香港面对极手的问题 要去贯彻中南海强加给他的政治挂帅 党领导一切 一国一制这样一个企图 但另一方面 他又畏惧香港民众的大抗争 在香港的民意 民心面前涉色发抖 所以才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 短短的说几句话 然后扭头就走 然后双腿发抖 他应该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正事 因为在国内即便是有所谓的记者 也就是中共官媒 什么人民日报 新华社这些记者 现在突然之间他面对境外的记者 不光是香港本地的记者 还有可能是台湾 或者是国际其他媒体的记者 所以他内心的恐惧可以说是流露无遗 对他来说这恐怕也是一个苦差事 没有什么干得好 只有干不好 他所谓要干得好 要完全贯彻习近平王沪宁的极左路线 采取强硬路线的话 在香港会进一步的冲突和抗争 如果他不贯彻 或者是有所改动对习近平王沪宁的强硬政策 那么显然会被中南海心思问罪 所以这两种结果对他来说 可以说都是不祥之兆 所以这就是他双腿涉涉发抖的原因 这种涉涉发抖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共政权 整个中南海当局在香港人民强大的自由意志面前的这种涉涉发抖 这种政权心理上的虚弱 另外在中共高层现在透露出一个消息 说最近召开了一些政治局会议 重新检讨了所谓八项规定 就是习近平上任之初的八项规定 要求领导人出行了 轻车减充 什么不清肠闭管 不风路堵路 不扰民等等 当时我就说 如果检测这些 习近平首先自己要进行自我批评 检测自己做的怎么样 现在他发布的消息显示 不仅是对各级干部做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所以习近平本人也带头对他出访的规格做出限制 当然正面的描述说 习近平要求什么在外访中代表团的人数 什么住宿条件 共和花费限制 要尽可能节约费用 但这显然是假话 实际上掩盖了很多不真实的情况 举一个例子来讲 这个政治局会议是在一个月前 2019年12月召开的 但是一年前 2018年12月 习近平访问欧洲国家葡萄牙 我之前提到过 那是大阵仗 当时对葡萄牙的理智大酒店整个包下来 整个包下全部的房间 然后不仅如此 还花巨资去拓宽当时李斯本的机场 因为习近平有三架 所谓的红旗牌的轿车 车线比较宽 为了通过强行的拓宽人家的机场出口的大门 然后又拓宽李治大酒店的车库的墙面 这总共就花费了超过200万欧元 这200万欧元就是美元就更多 而就是200多万欧元的美元更多 光这一项花费就是如此之据 更不用说他包下了整个房间和其他的这些保安费用 对李治大酒店附近这些居民 还要求当地的警察去盘查 或者是提前下班 或者是推迟上班等等 做出了种种的要求 总是付出了巨额的代价 所以习近平本身大脚排场 对自己感到不安全 做出了这些 应该说这样一个中共这方面的报道 事实上暗示习近平有可能在一个月前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 觉得自己带头违反八项规定 带头搞扑张浪费 搞排场 搞风路堵路 清肠闭馆 甚至在国外大肆挥霍 挥霍国字明高 可能做了自我批评 他这些行为实际上在党内高层激烈斗争的情况下 很可能成为反习势力批评的可以说是证据 反习势力要对他发烂的话 这些事情拿来发烂 习近平既没法辩解 可以说也没有办法招架 而且这些问题也不触及根本 是反习势力手上最好用的证据或者是工具 所以这些报道表面上强调习近平在带头以身作则的遵守八项规定 但是却暗示了习近平将来的出访或者出访规格有可能受到限制 甚至最大的可能就是智力行间所暗示的就是习近平在过去的政治局会议上 对自己做了所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所以这也意味着他的权威在进一步的下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共中南海有浓厚的气氛在讨论接班人 不管是习近平方面主张他的习家军来接班 还是团派要主张向团派人物胡春华等人来接班 这个问题已经是提倡一时日成 已经是不可逆转 所以这一切都显示了习近平权力受创 权威下降 所以这些消息的扩散反过来证明了反习势力在继续壮大 或者说双方随时呈现一个拉锯的局面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